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欢迎您每天跟着 旷野玛纳的灵修进度 一起读经一块灵修 历代之上二十九章十五节 大卫说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与我们列祖一样 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 不能长存 彼得兄我们要进界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我们永远的家不在地上 而在天上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就是 寄居心态 我们思想寄居心态 所读的经文在西伯来书 十一章六到十六节 西伯来书十一章六到十六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我家乡在那边 我想我家乡在那边 在里面充满了光灿烂 在那边无痛苦无心酸 一切有喜乐有平安 在那边 在那边 我永远的家在那边 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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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的家在那边 我想我天父在那边 我盼望能生活他面前 他安慰比擦干我泪眼 是我想快乐勇敢天 在那边 我永远的家在那边 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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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的家在那边 我永远的家在那边 在那边 我向众生土在那边 在那边 我向众生土在那边 在那边 在那边 我向众生土在那边 在那边 在那边 许多人都是我所纪念 在那边 在那边 我永远的家在那边 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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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的家在那边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六到十六节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 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 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挪亚因着信 继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 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照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 雅各一样 因为 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因着信 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 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 海滨的沙那样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思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 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希伯来书十一章 六到十六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第十三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节 经文说道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思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节 我们就以这些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思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寄居心态 我们在今生不可忘记的事 我们只是客旅 在神的眷顾和指引之下 我们沿着仕途步步进发 迈向了永恒的盼望 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 伟大的教训 那些勇士 那些信心伟人 只有一个目的 他们行事为人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 他们自称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因此 神一呼召 亚伯拉罕就听从了 神找着在埃及王宫里的 得知的摩西 感动他撇下一切 当普通牧人四十年 摩西说 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甘愿将 独生儿子以撒献上 是什么是信心伟人 有这些行动呢 其因他们渴望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倘若我们认定自己 在世为客旅 我们就能够洞悉万事 我们对所有的恩赐 财干 金钱财物 马上就有正确的看法 我们开始看自己为受托者 需要准备交账 我们不是永远的拥有者 世人则以为自己是主人 基督徒从起头就说 我不是业主 我只是占居的 我不能带走分文 我不能带走才干 我只不过是托管人 如此一来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能如何善用一切来荣耀神 我做管家称职与否 是必须向神交账的 因此 我必须谨慎行事 我必须遵从他一切的吩咐 地球讨他的喜悦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 布赫纳说 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 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 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 交汇之处 在这交汇之处 有个精彩的故事 旷野玛纳 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 谱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 寄居心态 这个题目 神并没有要把我们 久留在地上 我们是寄居的 寄居的人一词 首先出现在 创世纪二十三章第四节 亚伯拉罕说 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 是寄居的 求你们在这里 给我一块地 我好埋葬我的死人 说他不在我眼前 亚伯拉罕求赫人 给他一块地 容许他买一块坟地 因为他还没有 得着所应许的 我们在这世上 是客旅 是神的见证 我们的指望 不在这世界 而在那世界 这世界并非 我们永久的家 人间再好的住家 还是不够好 再美的豪宅 还是不够美 在高级 在舒适的大厦 也都不能与天上的相比 希伯拉罗十三章十四节 作者说 我们在这里 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 那将来的城 生活是一种艺术 怎样活 比活多久 更加重要 面对这必要过去的世界 我们怎么想 抱持什么样的观点 美国知名的牧者 陶叔牧师说 圣经的首要之物 是让人对生命 采取正确的观点 它使人看清 自己本来的面貌 提醒他们 经常忘记的一个事实 我们竟展开了生命之旅 有一天必要结束 地上的安书 无需留恋 因为我们只是在 无固定的住处 暂时支搭帐篷 别把帐篷的桩 打得太深 因为随时准备迁移 我们的一生 只是进入永恒之前的 短暂一瞥 只是永恒的序曲 日落之那边 值得我们 殷勤 期待 快乐的细盘 神留我们在地上 为的是要我们 见证基督 成全圣徒 同时关怀世界 他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并且 我们指望将来 还要和主 永远同在 铁撒罗尼加前书 四章 十六到十七节 保罗说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 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 我们将和主 永远同在 彼得前书一章五节 彼得说 你们这阴信 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 要显现的旧温 一个心里能够 长想安宁的人 是因为他一生 都在准备 要迎见神 十篇 十七篇 十五节 大卫说 至于我 我必在义中 见你的面 我醒的那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神的地上的雕琢 是为了配合天上 他给我们时间 是让我们 为永恒 做好准备 基督徒看自己的人生 是一趟朝生之旅 有了正确的观点 面向生命的终点 就不会惊慌害怕 而是满心期待 神已经预先定准了 我们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诗篇九十篇 第五节 摩西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时间到了 我们的人生 终将落幕 因此 不要贪爱 这个必要过去的世界 而要培养 属天的性情 我们被造成 有灵的活人 时候到了 尘土 人归于地 灵人归于 次灵的神 经历死亡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永恒 要接受留不住的事实 可慕那更美的永恒 要把恋爱 可见之物的心 转向信靠那位 不可见的主 把心全然归给他 不要以为 这个世界可以满足你 什么都急于去尝试 好像要用尽 这世上的一切 在世上 我们只是在寄居的客旅 不必什么都要拥有 不要跟世界走得太近 对他依恋太深 因为你早晚 要跟他分手 若你以为 这个必要过去的世界 可以满足 你的一切需要 结果 你就会因为 期待错误 而感到虚空异常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年代 一位犬入派的哲学家 名叫迪奥基尼斯 他就住在一个木桶里边 所有的财产就是 一件斗篷 一根棍子 和一个面包袋 有一次 亚历山大大帝听说 有这么个怪人 特地去拜访 只见 亚历山大大帝 威风凛凛的前来 问这个老人 需要什么 并且保证 会实现他的愿望 迪奥基尼斯回答 我希望你站一边去 不要挡到我的阳光 哇 他对不可一世的君王 毫不客气 亚历山大 这位老哲学家 说 我是王 你要什么 尽管说 我都可以赏给你 迪奥基尼斯说 我要的是你不能给的 因为我要的是 有永恒价值 有永恒意义的东西 这些 你一样都给不了 亚历山大大帝后来说 要是我不是亚历山大 我愿做 迪奥基尼斯 亚历山大大帝 征服欧亚非 大片领土 死的时候 连一点尘土 都带不走 这位老哲学家 他早已感到 能够满足他的事物 是这个世界 给不了的 丢姐妹 神才是我们 永恒的产业 他才是我们 永远的福分 有神 是有一切 你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不要把指望 都放在地上 地上的一切 转眼就衰残 要积财宝在天上 那里没有冲子咬 不能秀坏 也没有贼蛙窟窿来偷 美国一位空军上校 理查巴哈 他写了一本 世界民著 天地一杀欧 描写一只很独特的海鸥 叫约拿丹 它不像一般的海鸥 飞翔的目的 只是为了找吃的 整天只为绕着风和渔船 尖叫追逐 忙着争抢小鱼和面包蟹 他认为海鸥飞翔 是为了能飞得更高 飞得更快 飞得更远 所以他只管单独地 在高空练习飞翔 训练自己达到 心目中理想的境界 他深深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飞得最高的海鸥 也看得最远 但那些 志不在飞翔 只是为了一日三餐的海鸥 就把他看作是异类 就嘲笑他 就排挤他 为了追求理想 为了达到目的 约拿丹忍受嘲笑 痛苦和孤独 后来他成功了 他不忘记 他的海鸥同伴 想所学会飞得更高 飞得更快 和飞得更远的技巧 传说给下一代 这本名著《天地杀鸥》 是一本立志的书 读后就让我们反思 是否我们只甘心当一只 在沙滩上跟其他同伴 抢小鱼 面包系吃的海鸥 是否我们也以为 人生在世 只是为了吃穿二字 是否就像《天地杀鸥》里的 那些海鸥 抢得了几片面包屑 却输了整个人生 葛佩勒牧师有一句话说 告诉我你对金钱的想法 我就能告诉你 你对神的想法 不要做无知的财主 而要在信上富足 今天我们能够思念上面的事 是因为神先在我们心里 动了善功 是他给了我们 属天的眼光 一位基督徒护教士 在写信给罗马皇帝的信里 他这样写着 基督徒与世人的不同 不在于所住的地区 语言或习俗 他们并非离群所居 或说话怪异 又或者不食人间烟火 但他们的人生观 世界观 就是与人明显不同 似非而是 他们才住在自己的家乡或城镇 却看自己值日寄居的客旅 他们参与世民的一切生活 却向一厢人 忍受所有的辛苦 对他们而言 每一个陌生地方都是家 每一个家都是占据的 他们身在地上 心却在天上 他们爱所有的人 却被所有的人逼迫 他们在世界 却不属世界 他们寄居在 必朽坏的地方 却注目那个 更美的家乡 正如 心灵若在饮食上 受磨炼 就会长进 所以 基督徒遭受逼迫时 就一天 比一天更兴旺 今天许多人 重伤物质主义 爱艳乐不爱神 活着是为了享乐 不想将来 也不思念永恒 但人生并非只是一场 物质的盛宴 而是一段时间的 灵魂的修炼 是我们在建筑面的时候 是高尚完美的 曼尔博士 在他的讲道里提到 一位不朽的梦想家 曾如此刻画 天路客外表上的三样特征 第一 他们所穿的衣服 不同于来往世纪的买卖人 世纪上的人因此 差异地看着他们 有人说 他们是白痴 有人说他们是疯子 又有人说他们是 外地人 第二 很少人了解他们的话 他们自然说是 天上迦南地的语言 但世纪上的人 却尽数着世界 因此 设他们为蛮夷 第三 最让这些商人 不高兴的是 这群客旅 对他们的货物 兴趣缺缺 眼光极少 注入在旗上 一听见叫卖声 就用手捂着耳朵喊着 把眼睛转离 虚浮荣华吧 所而向上张望 意味着 他们的交易 是在天上 你是这种 心系天家的天路客吗 英国知名的解禁家 巴克莱博士 他说 只有基督信仰 才能给人生 真正的价值 他又说 基督信仰 给人一种责任感 敬畏神 释放他 服务人群 基督信仰给人一个标准 耶稣基督的完美 无缺典范 基督信仰给人生 一种力量 复活的主继续 与信他的人同在 基督信仰给人生 一个终极的目的 走完人生道路之后 可以永远活在神里面 亲爱的朋友 你可有尾身的目标 知道自己这一生的责任吗 你以什么为标准呢 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你走完人生道路之后 有什么盼望 如果你认同孙大中所说的 接受自己在世上 只是寄居的是客旅 承认你只是管家 那么 你要谨慎 在余霞的光阴里 当存敬畏的心 调整自己的眼光 向主伪身 信从他 醒醒预备自己 等候那日子 就是主再来 你迎见他的时刻 那也是 你要向他交当的日子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展开鼠天的翅膀 哦 主 主 我要来敬拜你 站立在你的宝座前 哦 主 我要来请敬你 在你的面前 我献上我的心 哦 主 主 我要来请敬你 站立在你的宝座前 哦 主 我要来请敬你 在你的宝座前 在你的面前 我献上我的心 站开树点的翅膀 我也飞到你身旁 冲破一切的惆怅 我要向你来歌唱 站开树点的翅膀 进入荣耀的天堂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是我望 哦 主 我要来请敬你 站立在你的宝座前 哦 主 我要来请敬你 在你的面前 我献上我的心 站开树点的翅膀 我也飞到你身旁 冲破一切的惆怅 我要向你来歌唱 站开树点的翅膀 进入荣耀的天堂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在世上寄居 你要我们实时纪念 指望天上的耶路撒冷 感谢你给我们许多 同行的伙伴 我们是未来的同乡 求主给我们 信心的眼光 加添我们的力量 并加深我们在世上 只是寄居者的心态 是我们亲看地上的一切 暂时留不住的事物 不因为紧报 这些带不走的 以日错失 那绝对不能失去的 求主给我们 纯衣清洁的心 叫我们保守自己 不被罪所缠累 而效法你 以父的事为念 帮助我们除去 不敬请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像你一样 只从神的旨意 父啊 日赐诸般恩典的神 你帮我们召来 得享你永远的荣耀 你必要亲自成全我们 坚固我们 并赐力量给我们 愿荣耀归给你 直到永远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那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使我牧者 我彼不知缺乏 它使我贪窝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使我牧者 我彼不知缺乏 我彼不知 obst